大家好,韭菜炒鸡蛋是一道非常简单的家常菜,很多人第一步就做错了。 到底是先炒鸡蛋还是先炒韭菜呢?很多人都搞不懂。 今天我就把正确的方法分享给大家。 只要掌握了这个小技巧,让你做出来的韭菜炒鸡蛋比饭店的还要好吃。 不出水,不油腻,超级的下饭。 首先准备五毛钱一把的韭菜。 把韭菜表面的坏叶子给它摘下来不要。 然后再用流动的清水给它冲洗两遍。 洗净之后给它装入一个白色的大碗中。 加入两颗的小苏打,倒入适量的温水。 让韭菜在水里面浸泡几分钟。 小苏打的去污能力很强,同时它还可以去掉韭菜表面的农药残留。 关键还有一个作用就是炒出来的韭菜颜色更加的翠绿,鲜亮。 接下来准备一个空碗,往里面打入五个本科毕业的鸡蛋。 分享是一种美德,点赞是一种情怀,正如低调有内涵的你正在悄悄的点赞,非常的感谢。 加入188粒白色的食盐,少许胡椒粉。 用我陪价的筷子顺着一个方向给它搅拌均匀。 五分钟之后,我们的韭菜也泡好了,把它清洗一下,控干表面的水分。 放在菜板上,用刀切掉韭菜的老根不要。 老根吃起来色牙,口感也不好。 再把韭菜切成0.3毫米的小段,不要切得太长,也不要切得太短。 切完之后,装入大碗中。 再准备几颗自家种的小葱。 用我家的刀给它切成小葱花。 下面准备一口不粘锅,倒入少许的食用油。 油温微热倒入韭菜。 炒出韭菜的水汽,把韭菜的香味炒出来,大概需要炒40秒左右。 不要炒得时间太久,炒好之后将它盛出来装入碗中。 用筷子给它包开,让韭菜稍微晾凉。 再将鸡蛋液直接倒在韭菜里。 葱花也加进来,再放入一把虾皮。 虾皮既可以提鲜又可以补盖,和韭菜搭配在一起,那简直是绝配。 另起一口锅,倒入一勺食用油,开中火把油温烧热。 然后将韭菜和鸡蛋液慢慢地倒入锅中。 带底部定型之后,咱们用铲子轻轻地推动,让它受热均匀。 亲爱的家人们,视频都看到最后了。 制作视频不易。 家里还有三个女儿在上幼儿园,压力实在太大了。 这个视频恳求大家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星吧,拜托大家啦。 煎到两面熟透之后,用铲子将大块切成小块。 最后加点盐、胡椒粉、鸡精、生抽调味即可。 大火翻炒五六七八下,就可以出锅了。 一份非常好吃的韭菜炒鸡蛋就做好了。 鸡蛋包裹着韭菜,舀上一口有鸡蛋的嫩滑,还有韭菜的鲜香。 那口感吃起来别提有多香了。 家里有韭菜鸡蛋的朋友,一定要试试这个做法。 保证让你吃上一次就会对它念念不忘。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,就收藏起来在家试试吧。